凤九和王军一起修建密室机关 听到王军年少的事 凤九有些心疼 此时楚婉和林香察觉到王军如此频繁出工 不太正常 思密来找凤九询问帝君情节的进展 凤九表示 每次王军申请款款 自己就招架不住 思密提示凤九 帝君的情节已经历晚一大半 现在就要利用帝君的爱 反伤他的心 楚婉找到聂初营送来的特殊香囊 想要送给凤九 借香囊的香气寻他的踪迹 凤九说不过楚婉只好收下 王军政务繁忙 让叶将军陪凤九继续修复机关 没想到林香也跟了过来 并进了密室 林香不小心触碰到了机关 叶将军听到声音前来搭救凤九 凤九成功夺过一劫 林香受伤回到宫殿 并告诉楚婉 底宫机关重重 极有可能藏着灵壁石 叶将军和凤九喝酒谈心 凤九说起往事 叶将军表示 只要凤九不开心 自己定会帮忙 楚婉来找凤九谈心 暗地里却打探灵壁石的事 楚婉让林香闹出点动静 迎凤九出去 自己则在凤九的房间翻查 看到凤九丢掉的灵壁石图纸 心里有了底 两人决定当晚就去地宫偷取灵壁石 王军和叶将军正探讨证事 凤九过来说有事要禀报 林香去地宫偷灵壁石 楚婉在房间交集等待 凤九和王军却突然来找楚婉 楚婉有些紧张 王军让楚婉为自己弹琴 才一会儿功夫 叶将军带着林香出现在楚婉面前 楚婉慌了神 凤九将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林香拦下了所有罪过 并拔刀自尽 楚婉也被打入大牢 大皇子听说此事后 让手下密切关注此事 一有时机就灭口 凤九来探望楚婉 楚婉不领情 凤九换楚婉为肌痕来试探楚婉 楚婉看凤九知道自己失意很吃惊 但依旧不肯说出幕后黑手 凤九无奈离开 几横会找到自己的记忆吗 预知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 搜索三生三世陈上书苏看版